园林倒六一名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将路旁停放的十多辆机车 统统给推倒 气得车主报案索赔 另外在苗栗后龙 有驾驶刹车停等红灯 但是没想到后方的车辆 疑似不满前车突然刹停 违规跨越双黄线 逆向挡在前方还下车抢下 民众开在路上前方号制红灯 驾驶依规定踩刹车减速 没有想到后方一辆深测休旅车 突然跨越双黄线 逆向的挡在车前方 驾驶还下车呛下大骂三字经 车主当下觉得莫名其妙 事后将整个画面PO上网 并且到警局备案 后方驾驶违规跨越双黄线 最高可处一千八百元 而街头乱象还发生在云林抖六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 骑着电动机车来到骑楼旁 一伸手就用力将机车给推倒 然后离开 车子好端端的停在路边 也没爱着他 男子就这样一路推倒十多辆的机车 车主发现后气得报警 把手稍微跨去奥地 还稍微跨一跨 窃取他人之危险电动二轮车 其实斗六四市区 随机推倒他人停女路旁的机车 事由警方获报 巡线找到灵性男子 他不仅偷车犯案 将十多辆的机车给推倒 设计回损 最后被移送法办 还得要赔偿车主们的损失 今天苗栗云林综合报道